那久了之後呢 脂肪又累積在這邊 看起來就會比較鬆弛 甚至比較垂 所以手臂的線條就會呈現一個 比較肥胖的一個情形 而要改善手臂脂肪的一個堆積啊 其實最直接 最有效的方式 當然就是 因此... 精華美麗 幸福一事 幸福一事 大家好 我是精華kur美美的張龍斗醫師 你也有 出手臂 或者是蝴蝶袖的困擾嗎 那今天這集 一定要把它看完 那其實很多女性 都希望自己的手臂可以很掀細 那甚至可以在穿无袖的衣服的时候 其实可以没有任何的负担 很轻易的就可以露出自己的领和纤细的一个手臂 毕竟一旦手臂呈现一个肉肉的状态 常常就会让人家感觉你这个人长得比较快 比较壮的感觉 就没有那么的女性化 那大多数的女性啊 其实她手臂粗的原因 大部分都是因为脂肪啊 刚好累积在这个手臂下面的一个部分 把你的手啊这样举起来 摇来摇去的时候会有一条肉啊 在那边摇来摇去 晃来晃去 其实这就是俗称的一个蝴蝶袖 那其实形成的原因有很多啊 当然天生的遗传有关系 后天比如说像是饮食啊 就有可能让脂肪容易累积在一个蝴蝶袖的部分 但除此之外啊 像是做起比较不规御啊 或者是比较少做一些运动 或者是一些老化的现象 就有可能让你的组织甚至肌肉比较松弛 那久了之后呢脂肪又累积在这边 看起来就会比较松弛甚至比较垂 所以手臂的线条 就会呈现一个比较肥胖的一个情形 而要改善手臂脂肪的一个堆积啊 其实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 当然就是手臂的抽脂 那手臂抽脂的部分呢 其实我们手臂啊 一般会分成两个区块 一个就是在上臂比较接近一个三角肌的部分 那这边会整个连接到一个背部的部分 这边其实是很多女生会在意的一个地方 因为在三角肌这个手臂的一个部分 不管是从前面啊 或者是后面看过来 一旦这边的脂肪量太多 那就会让一个人看起来比较快 比较壮 那因为这边的脂肪啊 刚好下面就是三角肌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当然还是要做一个适当的一个脂肪的抽携 而且再不伤到下面的三角肌的肌肉 为一个基础 那另外再来就是比较常见的 所谓比较大很多人在意的一个蝴蝶绣的部分 那这边的线条呢 如果从后面看 就是一路从后背 一路延伸到手肘的地方 那我们当然就是希望它从粗到一个 慢慢变细的一个部分 而且可以延伸去瞬接前臂的一个线条 那在靠近翼窝啊 跟后背的地方 这边通常是脂肪量最多的地方 所以我们这边我们当然可以 尽量的去把脂肪抽出来 去打薄的阻值 让手臂看起来更细 再来手臂的线条就是一路延伸到手肘 那其实这个手肘后面的这个部分的脂肪 其实也可以做适度的一个打薄 让我们的手臂线条能够一路延伸去衔接前臂 我们自然就可以让手臂 呈现一个漂亮的一个一字形 这样就可以让你达到一个纤细的一个手臂的一个状况 那你也就不再有这个蝴蝶绣的一个困扰了 而且其实我们在抽脂的过程中啊 我们都会用超硬波的一个抽脂的方式 去乳化这些脂肪 在乳化的过程其实有时候它就会有一个加热的效果 所以甚至可以让我们的组织比较紧实 而且可以刺激胶原蛋白的增胜 所以让我们在恢复的过程中 皮肤也可以达到同时一个稍微紧致的一个效果 所以比较不用担心皮肤到太松弛的一个程度 那其实这个部分在术前的评估就很重要 除非是真的需要抽到很大量的脂肪 才有可能造成皮肤会比较松弛的状况 那其实大部分亚洲的女性的脂肪量其实没有多到那么多 而且皮肤的紧致度也是OK的 那其实大部分的客人其实都是可以利用手臂抽脂 就可以去减少这个蝴蝶秀的一个困扰 假设你的皮肤确实状况是比较松弛的话 其实我们在抽脂的过程中啊 我们可以搭配像是一些加热的效果啊 甚至是超能电降的一些方式 让你的皮肤更为紧致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在技术上可以去克服的 那抽脂它名义上其实就是把脂肪抽掉嘛 所以在刚把脂肪抽掉的这个过程啊 其实我们的皮下组织会有一些中空的地方 那其实穿塑身衣的好处 第一个当然就是它可以压迫 让这些脂肪重新的去做塑型 而且在恢复的过程中 你的肿脏啊甚至预清啊都会退得更快 那当然穿这个塑身衣的目的啊 当然就是让我们的脂肪可以固定在 我们想要它固定的一个位置 让我们的线条可以更柔顺 而且让你的皮肤可以更为紧实 那其实手臂抽脂的部分 我们都会尽量把伤口设计在一个皮肤的皱褶处 那像是手臂的部分可能就是在前一窝啊 或后一窝 那手肘的部分呢可能也会有一个小伤口 而且这个伤口其实不大 大概都是0.5到1公分的一个大小 而且手术后的10天啊 其实我们就可以把缝线这些都拆除了 只要其实好好地去照顾它 维持伤口的一个干净和干燥 通常3到6个月之后 其实伤口就比较不明显 那其实前臂相对来说在我们人体上啊 是相对来说脂肪非常少的一个部分 那其实我们可以自己捏捏看哦 其实我们前臂的皮肤捏起来就很薄 所以通常捏起来就只是一个皮肤 和一个皮下组织的一个厚度 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抽 所以我们通常不会针对这个部位去进行抽脂 那其实啊拥有漂亮的手臂啊 一点都不难 你也向往无袖上衣想穿就穿 能够自信露出手臂的生活吗 那就来精华找普医师吧 如果大家还有任何问题 都欢迎在我们的影片下方留言 也别忘了对我们的影片 按赞订阅加分享哦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